大家好,我是雅思源 欢迎来到雷雅游戏Storica万象物语系列影片的第三部 上一集为各位讲解了各个角色技能 如何配置队伍,如何有效处罚技能 以及怎么既有效率又有趣地享受这个游戏的关卡 原来关于剧情部分 相信各位还看得不够过瘾或是尚未深入了解 因此本回就让我们神物Storica的世界 一窥其故事的波澜与发展吧 传说世界本是一片黑暗 在混沌之中只有一条称为斯多利卡的巨龙 以及被其玩弄于掌中的人类 被附有声却剥夺了自由 一命拥者翻太帝决意起身扭转命运 就算被安逸派的人类与恐怖的巨龙包围 他与追随他的战士们依旧毫不畏惧 一枪刺入了巨龙的心脏 顿时黑暗一扫而空 世界重出天日 斯多利卡的心脏化为炙热的太阳 其躯体化为大地 同时人类夺回了自由 却也失去了不死的力量 千年之后 大陆已经发展成了信心上人的多彩世界 蕴含无限的生命及文明的可能性 天下的用重语的念搞好累啊 现在的斯多尔卡大陆 已经发展成多个区域与种族并存的世界 在路快一角的右方 有着意境却充满生机的风无盼 棋袭多个兽族与符文学院坐落的地铃骨 在地图的片南 你会看到熊族与咕噜兽共聚的图灯塔夫 以及一旁绿域盎然的清空草原 来到了左上角 变成了一片荒芜的彭尼瓦山湖和嘈杂的流动事迹 还有其想法不远处 被称为亚特拉斯的大利系与荒废之都 而被这些地景和区块环绕的 正式建立了文明语望国 光辉而崇尚太阳的人类首都 太阳王都 啊 百中间会比较好推进故事啊 我懂 而在这些各不相同的风景之中 各有一段又一段的物语正在发生 在浏览整个剧情的时候 你可以想成Storica是有许多角色故事同时并进 并且每个专属故事的数个元素 汇集而成一个主线的剧情 而接下来的整理 也是针对主线与世界观进行解说 至于各个角色深入的独立背景与故事 就请大家好好等待下几集的介绍吧 那么就让我们从一片清空万里的草原开始讲起 这是一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 我做错吗 我们来自东方联邦的虎人庞 以及太阳王国的女射手那雅相遇 连带本游戏的女主二号蒂卡 一同展开了最初的三人冒险 这对组合之后 这不知乱我是不知道 不过作为故事的衬托要角与背景的大伏笔 这位王国之战关羽调皮的符文师还是要记住的 那你说这是老虎 在此就要先提一下她的旅行伙伴 兼集想物普吉 这个头上长了牛角面包死鸟类 That doesn't seem important 我还是回到故事吧 为何三人会相遇 一个是在巡逻 一个是来异国修炼 一个则是为了完成符文学院 直派的任务而来到此地 在异形人的陪伦下 蒂卡林王隐身此地符文学院 前教授奥斯塔要给院长的新建后 却在回程半途遇上了 从黑色混带中现身的神秘人物 就決定是你的 綠穿光 身為出現在教學學校當的黑衣人 身為角色CV介紹長度最長的傢伙 身為最帥氣但沒有加入一個角色齒的男人 我吳今天就是要做一個最上文不屆下文的反派 吼吼吼吼吼吼 嗯? 你說我們已經把他起暗歸零了? 我的劇情需要當然是三人組會被迎頭統計啊 原來在旁邊下 我很忙三個字後 無便隨著黑暗消失 留下疑惑的三人組 為什麼他可以控制魔物 又為什麼會出現在 鑽研無序活能的奧斯塔研究師附近 這就要等後續才能揭曉了 第一章用了500多字 而我還有8個章節 Sugoi 再進入下面的章節前 我想各位必須先知道亞特拉斯獵系是什麼東東 亞特拉斯從社群上來看 本來是個繁榮的城鎮 是亞人族的家園 但在本篇故事一開始 他便已成為一個被遺忘之都 中央的大獵系回收集性的產生魔物威脅周遭的安全 至今亞特拉斯已經是一座禁止進入的廢墟魔獄 然而隨著故事的發展 烈器周遺形的吞吐開始變得不穩定 黑色符文的力量也越趨越強大 而此一現象將逐漸影響斯多利卡大陸生命 那回到光耀的人族與雄族會談 太陽望郭先往威廉之女 我們本篇最重要的一號女主角安傑莉雅 來到了圖端塔夫 準備雄族組長碎雅展開針對道況與武力紛爭 事宜的和平對談 利用仁愛與真誠 公主大人成功打動了雄族的青年與組長 所以碎雅就回應她 下次再來 然後我們天真可愛的公主就會綁架了 果然長相可愛就不應該在外面漏畫了 然而在公主將成年登基 又到外族參訪的這種時間點發生這種事變 雄族也不好插手 因此就圈圈交給了炎日軍團指揮官迪蘭卓所處理 當然被可愛即時正義感患的雄族青年 任不會就此善罵甘休 於是就獨自其成尋找公主的下落 成為了另一個我這次不會講的置信故事 而且最後公主也不知道她找到了 呃... 回到公主被綁架以示 納雅與軍團副官西游四處尋找公主的下落 卻也在探查綁架人的途中 發現了更深層的幕後陰謀 在西魯大姊姊斗雷斯般的拷問之下 得知了幕後主使出於王國的高級貴族聖智將領之首 因此為了安全起見 就好我們先把公主下放平民窟囉 畢竟正大光明回到陰謀潛伏的王城 對公主一或是炎日軍團都不明智 所以眾人選擇讓進出平民窟方便的 納雅陪同案件莉雅一同先到固域岩的地方避難 其他人則繼續調查案件的幕後黑手 執行仍在天邊盡在眼鏡戰術 接著就開始有人臉面當了 誒?剛剛不是說公主一行人在這裡很安全嗎? 罵罵先別激動 我們先把鏡頭切回符文學徒蒂卡身上 才剛送完心境又接著要繼續到地裡骨炮腿 就會多災多耐的少女在路上撿到了一隻小兔子 順便解救了龐大好肌肉普及 也成功從突變巨花田裡拿到了任務所需的種子 最後貫徹了好人當到底的心態 帶著心機萌兔黎 進入了符文學院的大門 並讓他成功入學 Seriously? Never trust this bunny Never 主人公之一地卡路線在此先告一段落 讓我們繼續公主的貧民窟放肥生活 在搬進貧民窟數點後 安傑從不同影王的角度看盡下沉人民的生活 仰望太陽王城威嚴的同時 也感受到王國沒能顧及到人民的心痛 因此他竭盡所能地與這邊人民一同相處生活 也認識了黎的弟弟劉 領導者納吉爾即將要裡面拿碎莓將會角色值的亞星托斯 在這邊過著和樂中容的隱居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 在王國收視官再度來刁難碎盡的同時 發生了大量魔物警報 眾人安居的平民窟 煞時成為了魔物盤居的地獄 亞星托斯也在保護其他海洞時被魔物咬傷感染 最終在無即可吃的情況下 納吉爾悲痛地了解了他的生命 雖然魔物終於遠去 但也為人們造成無法挽救的傷口 在騷動結束後 納吉爾靠著情報組織揪出了公主的真實身份 並要求他帶他到王城揭發其王屬西奧多的陰謀 所以就叫你不要這麼明目張乃迪到處亂話嗎公主大人 那麼什麼又是西奧多的陰謀呢 西奧多身為太陽王國先王威廉的弟弟與現任攝政王 在公主成年前都是由他同理國家的大小決策 外表眼裡不苟言笑 同時又至於謀略與法術 在恩傑利亞眼中光出是個溫柔的導師 因此當納吉爾坦承她的罪行與謀時 公主是不願相信的 但在一路搜索的過程中 包括西奧多向沙漠市集購買的城堡專用砲烈日 以及數十年前向亞特拉斯取得的無限混沌裝置龍桶金球 都證明了西奧多想讓整座廣城飛起來 並侵略周遭疆獄展現威延的野心 屆時恐怕整個斯多利卡 都將臣服於太陽王國的威壓之下 而人政主義的恩傑利亞 當然也不願見到事態如此發展 因此就答應納吉爾 請入王城揭發西奧多的軌跡 好了 在我們繼續前 先說明一下我跳過了 彭利亞瓦沙漠人民之線 與龐漢普吉在風湖畔遭遇的角色故事 因為這兩條除了埋下背景伏筆以外 對目前的劇情主線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此就容我正且跳過 閒聊完了 進入正題 公主在屏幕窟的期間 迪歐也... 迪...迪歐... 迪蘭與西歐也持續地調查 綁架人的真凶 而在跟蹤綁匪及王國文書館的過程中 他們逐漸確信這一切 與王國內部高層的關係密不可分 在拷問了艾巴傑上級的 金威軍團長賈恨後 更確信了西奧多士幕後主持的利潤 因此炎日軍團立馬準備向王城進發 然而接下來大地震動石塊崩裂 因為他們演人的是 飛翔在空中的巨大王城 時間回到處小之前 安傑與納吉爾一行人抵達了王城內部 不料西奧多已經開始了 建國週年典禮的演說集 讓王城起飛的準備 看在事態已去嚴重 安傑與納雅前去阻止西奧多 並試圖說服 納吉爾則是沉重的內應 符文學院院長夏爾 前往動力時摧毀飛行動力 院長啊你果然不只是人說而已 還挺會算的嗎 符文學院時獨立個體 從不干涉各國的政治 但這次為了讓王國的龍通金球回歸列系 使亞特拉斯重歸穩定狀態 塞里斯院長決定私下與奧斯塔及 實際上為憎恨貴族的亞人族納吉爾等人合作 企圖讓王城修正軌道 最終就落到亞特拉斯 然而計畫在動力時方面順利進行 但典禮會場這邊可就不太妙了 安傑莉雅雖然一陣延遲的指控西奧多的恐怖作為 卻被西奧多反將一軍 指責公主勾結恐怖分子企圖使王城墜落 雙方各不讓步 西奧多認為太陽王國遲早會被強敵所吞噬 因此國家要強盛 就勢必得展現威壓與無法超越的力量 藉由少數的犧牲與他人的恐懼 成為萬眾驚訝的槍國 然而在公主眼中 所謂強盛是讓人民得到溫飽 讓和平降臨世界 而不是只讓少數貴族沐浴在陽光之下 平民則每天苟延殘喘 王城一陣劇烈晃洞 院長在東立市試圖減緩下落速度的同時 奧斯塔則往烈系投下了之前蒂卡帶來的種子 瞬間生長出了無數的觸手 接下王城墜力的劇烈衝擊 在太陽的暈落後 雖然炎日軍團對西奧多的指控被他的謊言化解無效 整個軍團隨同公主也難逃叛國作為究責 不過趁著地面殘存魔物死女的時機 一行人逃利的西奧多掌控王國就此分裂 偏屬於西奧多的鐵顯強監派 以及聯名圍回的安傑利亞率領的和平主力軍 就此拉起了王國內戰的序幕 遙遠的野火現在才正要開始篡起 而在亞特拉斯荒都的一角 為了復活斯多利卡不為人知而陰謀 隨著化作一道黑影消失的無 逐漸成長為更巨大的黑暗 日落還只是個歧視 本集的影片就到這邊 相信你一定很想包容我 還有許許多多未完待續的故事或角色 內心解讀沒講 不過就等下一集再來好好了解一番吧 另外你對斯多利卡萬象物語 有什麼遊玩感想嗎? 你喜悠誰讓這支影片呢? 有任何想說想討論的話 都歡迎到下面留言喔 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雷亞遊戲的新的影片 或ACG相關主題的話 那就請一定要記得按一下訂閱鈕和下載遊戲喔 我是雅思雲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字幕君